为了鼓励台东地区与外地游客接触的观光从业人员 透过服务礼仪以及接待技巧的训练 使来访的旅客感受到台东人亲切的服务 提升台东的整体形象 台东县政府特别与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 办理3T次的2010台东亲善大使训练 参加的学员都表达收获丰富 而且肯定县府的做法 也希望未来可以多办类似的训练课程 我觉得人家都说好山好水 那我们要感动人 那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那今天这一系列的感动的服务 甚至带到了我们怎么去利用我们当地的产业 来做一个有特色的一种旅游或是一个观光 更重要呢 每一个人都来做台东的主人 那我相信只要我们台东每一个人都动起来 传递的每一个讯息来到我们周遭 台东真的非常有希望 感谢县政府跟公益平台 每一个来到台东的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课堂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 上完这一堂课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去 再去省思我们做的还哪些方面可以更好 让所有人来到台东 只要来过台东永远忘不了我们 甚至要爱上台东 这是留到现在为止很不想回去 因为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如果以后有机会就是会考虑很 就是常常来这边 然后也会就是更推广台东 因为这里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台东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很值得大家来台东观光和旅游 1980的报导